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我是我爱你学天市集的老板娘 我是刘兆姨 我爱你学天市集呢 搜罗了各地的小农的产品 然后在这个市集跟台北的消费大众来做分享 希望可以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来自土地的最新鲜最芬芳的滋味 那我自己觉得有一颗很柔软的心 然后但是非常坚强的意志来做事情 这个是非常非常基本的原则 当然这是我花了很多年的血泪 青春才得到的这个经验 那我也常跟我女儿讲说 我如果再学着做妈妈的话 那她也学着做女儿 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学习 当碰到一些挫折的时候 我希望因为我希望我的女儿 在人生的路途中 不要被一些负面的力量所拉扯 所以我常跟她说 我们碰到挫折跟困难的时候 我们先回头看看自己 自己原本的态度 原本的坚持是不是对的 如果是没有错的话 那我们就要把一些负面的 包括责怪自己责怪别人的部分要拉开 然后呢要更坚持的去看自己怎么样 接着往后面来做的事情 然后这样子做完的事情的结果 才是会让我们自己都不会后悔 也都能够至少满意的一个结果 那我知道大妈妈都是非常啰嗦的 所以呢我只能跟你们分享这么一点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